美諾咖啡 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美諾咖啡的頻道 我是兩斤 何謂處理廠 跟一個莊園它的規模到底是怎麼樣 這幾年的話我看過了蠻多各方面的處理廠 算是一些農民的一個檢疫的處理廠 或者一些檢疫的設備 那巴西斯我看過的話 算是非常大型的一個 又有規則 又整齊 又整潔 非常棒的一個處理廠 我進到我們達特拉莊園的這個大門 大門的這個左側的話 有一個紅色的一個 一樓的一個平房嗎 也不能算是蠻大間的 這是什麼 這是它的警衛室 我們再走走走走進去 你會看到說差不多有六層樓高的一個 非常大型的兩側 有一個設備 那這個設備是什麼呢 下面的話它好像有兩個大漏斗 那就是我們的濕式處理廠 什麼叫濕式處理廠呢 就是說Cherry的話 我們要把它倒下去 卡車的部分 現在看到我們卡車的後倒 我們就是把它倒在這個所謂的那個漏斗 大漏斗裡面 然後把它放入水 把雜質樹枝 餵熟豆各方面的把它分離 然後把雜質把它用浮力篩選法把它浮起來 接下來的話 你看到我手上的部分的話 我們上面有非常的說 餵熟豆啦 成熟豆啦 紅色的櫻桃 以及說微凋豆 熟到已經不能再熟 然後有點發黑的部分 我們現在照片看到的話 有那麼多台機器的話 它一直在並排 從上層的部分 差不多有三層的高 慢慢的往下 有一個階梯式的方式 把咖啡豆用水流的方式 一層一層的把它過力篩選 到下面的部分的話 有一個水溝的部分 就是說把雜質啦 廢水啦 樹枝啦 成熟的果實啊 餵熟豆都是把它做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分類 所以以下的這些照片的話 都是由上往下 慢慢的讓它一層一層的往下流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個 兩個大的一個鐵籠子 這是什麼呢 這是來幫助做一個篩選的部分 泡了水 然後一直這樣子的讓它滾動的過程中 有一些比較大小不一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不好的不良的雜物 都慢慢的把它篩選掉 這樣子泡水 泡到久了以後 肚子上面會有些爛掉啦 餵熟豆的部分就把它挑起來 因為它比較重一點 那成熟的果實的話 它一定會 疲漏分離 那的話說 它有一格一格的這個所謂的水槽 做一個篩選的動作 那水的部分的話 畢竟的話 在他們地方的話也是非常的缺乏 其實他們會做一個廢水池的一個回收 那接下來照片來講的話 有些廢水的話 倒在非常大的一個池子裡面 上面有一些泡泡 那就是雜質 雜質的話 然後經由它這樣子慢慢的讓它去沉澱 氧化 那所以說比較不好的雜質 黑黑的這個部分 乾枯的部分就是所謂它的雜質 然後來做一個回收的動作 就是然後把乾淨的水源 再做雨雨灌溉啦 做一個濕色處理把 把它這樣子泡製 讓它無限這樣子的循環 那這個杯測場地來講 其實這個杯測的杯測室 其實不大 動作咖啡的地方的話 我們會去參觀 他們非常的整齊化衣 在採收的部分的話 它會就是一台大卡車 所以這樣子走過去的話 有一個拱門室 經過這一排的咖啡樹木 它就是這樣 打 打咖啡 咖啡果實 不管是熟豆啦 餵熟豆啦 一些甚至有一些樹枝都把它打下去 打打打打這樣一排一排的打 打到後面的話就 就像我們的照片一樣 再把它倒入所謂的卡車 然後拿去乘重做一個篩選的動作 農園的話也是非常好 有三年樹啦 五年樹啦 一年樹啦 各方面的部分 它不是把它規劃的每一區 每一區非常的分明 非常的乾淨 好 也有說它的品種的育苗區 也都做得非常的好 在室內的部分 就是所謂它的乾式的一個處理場 加速讓它豆子可以穩定 而且快速來做一個生產成品的地方 熱能烘乾的 你就把它想成一個烤箱 你看它的那個 每一台的烤箱 有非常多的編號 我們先來看到上面的話 有一個ABC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的木樹篩選 還沒有訂購的時候 我們是代殼儲存 那代殼儲存的話 有一個儲存室 然後把這些咖啡豆 我要出廠之前的話 我會把它做一個均質處理 這個均質槽的話 就是在我們乾式處理場的二樓 二樓的部分就一匙一匙 非常的大 全部裡面都是咖啡豆 為什麼它在二樓 你下面的部分等到一定的時間 差不多是48小時以後的話 下面來做一個裝袋的動作 比較好的系列的部分的話 它有另外一個成品區 巴西人他們習慣的萃取的設備 是用什麼呢 他們招待客人都是用法式濾壓壺 來做一個萃取 不用濾紙的 因為巴西最著名的話 就是它的油脂各方面 非常的豐富 現場的部分的話 農民應該來了有四五十人 聽我們那個莊嚴組的話 跟大家歡迎我們這些貴賓 瞭解 雖然說我聽不懂他們的葡萄牙文 可是我會感受到說他們非常的熱情 接下來這張比較偏一點 這個卡車的話最少有12噸 我現在抱著一個也是他們當地的農民 他差不多有200公分高 重度的話他有體重有140公斤 我抱著他非常的開心 我們一直在那邊玩的非常的開心 一個達特拉莊園的話 他有非常多的所謂的一個福利篩選槽 接下來這個也是一個四五層樓的福利篩選槽 實驗室的部分就是所謂的一個微批刺 他們一直致力在於說品種或者是處理方式的一個研究開發 所以說一個一個的篩網有沒有 每一次的話都差不多100公斤 人家說棚架處理棚架處理 那在棚架他們做一個日賽的動作的話 他們這個有一個棚架的一個日賽場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下方有我蝦皮的連結 大家可以喝一下我們這個達特拉莊園 遠方Vista的豆子 非常的優惠喔 謝謝大家